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俄罗斯国防部20日宣布 钢铁厂最后一批531名武装分子投降 自5月16日以来 总共有2439名亚素营武装分子 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事人员 放下武器向俄军投降 从大地宣布对亚素钢厂改进攻为包围 并宣称包围起来不要让一只苍蝇飞过 正好将近一个月 俄方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 部分亚素营成员被要求举起手 所有撤出的人员还向俄军交出了随身物品 并接受俄军检查 亚素营正副指挥官在用炸药销毁电子设备后 均已走出钢铁厂投降 而就在前一天 亚素营的参谋长还表示 指挥官全部拒绝投降 他不仅在自己的视频中对俄罗斯出言不逊 还连带着骂了美国军队 说他们一贯都是欺软怕硬 只会和弱得多的对手作战 不敢正面肉搏 只会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 不得不感叹 拜登这钱花得有点亏 乌第36海军陆战旅代理指挥官 谢尔盖沃林少校投降后 还没上车 俄军就立刻对其进行审讯 试图得到大鱼的情报 工厂的领土上还有其他人吗 沃林表示 整个第36旅集齐代表现在都和我在一起 该工厂的领土上没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员 在钢铁厂挖洞的武装分子中有外国人吗 沃林 存在 高级官员 沃林 我不知道 他是谁 他在哪里 沃林 乌军中有外国人 亚素指挥官普罗科片科 手缠绷带 当作白旗投降 为了亚素营指挥官的安全 不得不用一辆特殊装甲车运送他 这是因为马里乌波尔居民对他的仇恨 以及他们想要就他的无数暴行进行报复 之前两千多人都是用大巴运送并且公开了这些人的视频 媒体也被允许拍照摄像 这几名亚素营指挥竟然被装甲车封闭式运走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 这是直接上飞机运往莫斯科了 车上到底有什么人 可以确定的是 亚素营的正副指挥官在里面 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指挥官也在里面 因为这几个人在社交平台发过视频 亚素营的副指挥官要坚决抵抗到底 但亚素营的正指挥官随后就否认了这一决定 昨天 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指挥官最后拍了板 确定全部投降 另外几人的身份有媒体透露 其中一名是美军中将 还有一名英军指挥官 另外三人是北约指挥官 但具体职务姓名都没有透露 应该都已经被退役了 泽连斯基20日称 在钢铁厂解围问题上 他和土耳其 瑞士 法国领导人进行过多次沟通 几十次 上百次 希望为乌克兰军队提供适当的武器 以便乌方能够在军事上到达马里乌波尔并解除封锁 但是最终 乌克兰发现在军事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泽连斯基透露 在亚素钢铁厂围困期间 乌克兰方面的直升机多次试图向工厂运送食品和弹药 运出伤员和尸体 许多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死亡 这间接证明了大鱼的存在 不然为何需要和外国领导人沟通 可以确定的是 大鱼肯定是落网了 估计送到莫斯科后不久就会有更准确的答案 此外 乌克兰纳粹武装艾达尔营的创始人之一 副营长丹尼斯·穆里加 试图以难民名义进入俄罗斯的时候被逮捕 据俄媒报道 穆里加于2015年初加入艾达尔营 后来 他被任命为指挥利西昌斯克艾达尔营部队的副营长 随后 他被派到利沃夫州善盖伊村的一座训练中心 接受西方教官的军事训练 同年三月 他策划并且参与了一起 炸毁了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一座桥梁 这是不把俄内务部当回事 自己送上门了 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那接下来就等待着俄罗斯的审判吧 善恶到头终有报 这报应真的来了 克里米亚首领阿克肖诺夫提议 派遣被俘的乌克兰武装分子 重建被摧毁的顿巴斯市 如今 钢铁厂守军正在分批投降 接受俄军对随身物品的检查 之后才可以坐上大巴车离开 随着投降行动的推进 亚素营的投降名单也曝光 而这正是乌军愤怒的主要源头 从名单上看 原本驻守在马里乌布尔的亚素营人数 居然还有804人存活 而驻扎在这里的第一营和第二营总数 只有1000人左右 算起来仅有不到200人死亡 阵亡率不足20% 关键是他们被击毙的200人左右的尸体 居然被冷冻了 而被击毙的乌克兰正规军的尸体 腐烂了都没人收 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下 还能保证这么多人员存活 难道是亚素营实力强劲 并非如此 其之所以能实现如此低的阵亡率 是因为将乌军推出去厮杀 自己则躲在后方指挥 而最终功劳却还是亚素营的 据乌军俘虏表示 马士战斗打响后 亚素营就成为他们的指挥官 除了指挥乌军作战外 还执行监督禁止乌军投降的任务 原本驻扎在马士的国民禁卫军 海军陆战队第36旅 国民警察等等 共有一万两千多人 可最终侥幸活下来的 却只有不到一千七百人 且不少人都负伤 也就是说 马士乌军的阵亡人数超过一万名 大部分士兵都已阵亡 而亚素营却保留了大部分兵力 在躲入钢铁厂地下通道后 也依旧压榨乌军 他们只是担当督战队的角色 而且从投降的正规军军人采访来看 亚素营在地下非常霸道 有食物他们先吃 有水他们先喝 剩下的才给正规军的士兵们 根据普洛可编可 在自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来看 他一直避免使用投降这个词语 我们知道 一旦使用了投降这个词语 马里乌波尔作为一个抵抗的精神象征 就会崩塌 被俘虏的乌军不止一次提到 许多守军都想要投降 可因为禁止投降的命令 被亚素营直接枪杀 这让乌方守军感到非常不满 却又无力抵抗 如今 亚素营还有804人活着走出钢铁厂 想到大批牺牲的战友 这些乌军难免会感到不平衡 而这一切都是乌军方的错误 居然重用如此臭名昭著的军队 含了乌军的心 当初下令绝对不允许守军投降 如今却又灰溜溜的和俄方谈判 早知如此 又何必让士兵白白牺牲 这几天乌克兰士兵带起了一大波投降高潮 线上线下都有 保守估计投降人数在1500人次了 俄罗斯心心念念 从这些人最里面套出重要情报 结果情报还没套出来 这些俘虏倒是疯狂对自己的乌克兰政府和外国雇佣军倒起了苦水 这些人说 美国等国的雇佣军数量不少 乌克兰对这些人真是大爷待遇 乌克兰士兵在前线 每五个人一天才能得到一小锅炖菜和半个粗粮面包 而外籍教官却能喝上福特加 而且虐待与拖延战机事件时有发生 更有甚者 这些外籍教官让他们挖战壕 挖完发现这些教官已经逃跑了 你说气不气 自己饿得跟平民借粮 这些大爷好吃好喝 一看风向不对 一枪不发当了逃兵 让自己当炮灰 乌政府对这些人也是有不少的用金的 嗨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乌俄两国放出俘虏照片 俄兵说 为什么投降 乌兵说 烟饮饭了 没烟了 俄兵说 我也不多了 就先抽一根 单子签好 等等回家自己买去 乌则对入侵者有更多的仇恨 拳打脚踢自然就容易失控 乌军觉得 投降还能被善待 不用冒死作战 纷纷投降 俄军士兵觉得 被俘虏后 要接受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果断作战勇猛 死战不祥 所以 这样的乌军注定失败 而彻底丢失马事 就是其落败的开始 奉劝乌克兰吸取经验 尽快和俄罗斯谈判 避免再让无辜的士兵流血牺牲 反正其战败投降 是早已注定的结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